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.8亿人 正在使用毒品 有超过3000万人 是使用大麻类的毒品 而超过2200万人 是使用鸦片类的药品 而位于西北部的 庞哲府邦 则是全国之冠 有超过75%的年轻人 都有滥用毒品 他今年才20岁 然后他四年前 就有在西式海洛英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让这个地区的贩毒 还有试毒问题是如此严重 线人 星期三晚上九点 U频道 你也可以上mewatch 面费随心选看更多线人视频